玉里计程车专用道位置被设置在玉里车站前出租车业者营业站点前面 影响到专用道上排班计程车 而县员中述镇和玉里正名代表吴新闻 特别到现场来进行会刊 也到玉里车站前面来进行协调 希望可以恢复计程车的专用道 由于目前现在玉里站的进程车专用道位置 被设置在玉里车站前出租车业者营业站点的前面 导致影响到专用道上排班的计程车 以及正在营业的出租业者 原本这条路就是计程车专用道 不过就是因为台铁的租人公司近期将办公室设置在这里 也规定门口前不能停车 导致计程车司机与业者常常起冲突 就在现议员中速镇以及玉里证明代表无新闻代理之下 前往玉里车站前进行协调 希望能够恢复计程车专用道 台铁这个玉里站 还协调玉里站在台铁出租 这个防射以及计程车专用道的问题 那计程车司机一般跟这个台铁出租的 这个乘租单位 也就是租的业者 因为计程车路的问题 造成了大家互相的这个摩擦 那也非常感谢台铁专门派的承办人 今天来这边协调 那也顺利完成 那把互相的这个争议点做圆满的完成以后 那现在整个电车的排班 顺畅度以及这个住任业者 应该留的这个通道 那今天都完整了一个规划 在双方沟通之后 这条也将会恢复计程车的专用道 也能够让民众车辆行进 双方也都达成共识 互相尊重 记者高松双玉里站采访报道